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幾件事 幾件事都關於美國 關於拜登的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美國的總統拜登 差點又是上飛機的途中又撲傷了 搞到全國特勤隊等等 全場的特勤隊全部都要戒備 接著他 又撲傷了 這件事都會跟大家去看看 接著拜登公開講粗口 好 可能他是不是知道我們孔子的名言 七十如隨心所欲 是不是 即是他不止七十 八十 即是隨心所欲到隨心所欲 公開講粗口還要罵另一個國家領導人 令人嘩然 即是這樣都行嗎 真厲害 有什麼不行 美國一邊又說要停戰 一邊又要否決聯合國安理會的停戰協議 即是又說你要停戰 但否決停戰那天又是你 那你究竟想停還是想打呢 是不是 待會也會跟大家一次過這樣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和留言 訂閱 明潔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 現在已經是81歲的美國總統拜登 他的健康 腦筋 記性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都是受到外界很關注 即是關注他沒有老人之外 即是他需要檢驗他的智力等等各方面的問題 其實之前拒錯他們美國的空軍一號 都出了幾次事件 就是PK 之前有一次最厲害的 還要是連續撲三次 砰砰砰砰 那時候大風啊 大風啊 大風你也撲一次而已 你不會大風也撲三次的嘛 還有你捉住扶手的嘛 你一定是腳軟 腳軟你就不要做這麼多劇烈運動 尤其是在那些美妹旁邊 你不會相信我 你不要這樣啦 對不對 腳軟你就自己 鍛鍊多些這樣才行的嘛 因為他在之前的空軍一號 已經撲了幾次 連續幾次 有一次最多是撲了三次的一次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空軍一號的時候 即是被他上機的時候 都已經不是用長的樓梯 也不是用正中間的位置 用機頭的位置比較偏短的樓梯 大約是一層樓高左右的樓梯 一層樓高都不夠 原本是走兩層幾樓的 現在是一層樓都不夠 大約是個多兩個人的高度 最多最多 級數有多少級 數數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十二級 十二級的樓梯 他都可以撐跌 撐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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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是一鑊 兩鑊 是 他在二十號的時候 再登上他的專機空軍一號的時候 兩度撐跌在登機的十二級樓梯 這麼多的樓梯級裡面 撐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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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不滑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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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在地上的戒備 想接著他 哎呀 扭啊 你不會接到他 如果你要去到接著他 過程的話他首先 要高一點 第二就是說 他飛下來就扭在那裡 所以都沒用的 都沒用的 拜登要從馬里蘭州 安德魯聯合 是安德魯斯聯合基地 上這個空軍1號去加州 他登上這個登機梯的時候 就收到重心 整個人就 趴了一下 但是還沒跌倒 所以要撐一點 接著抓著扶手 這樣穩住重心 接著再上去 再走多一步 接著又跌倒 又撐一點跌倒 那樣 接著就真的 真是售價 共和黨的全國委員會 的人士就在 Twitter平台 就發文嘲諷他做 就算改了用短型的登機樓梯 拜登上這個空軍1號 仍然是兩度差DPK 每當拜登登機的時候 或者下機的時候 都會有些特勤人員在下面 即是stand by 隨時後面防止他 再跌倒這些情況 發生 拜登的狀況 真是很 令人難以想像 之前有些美國媒體 曾經說 拜登可能是幻想 嚴重的脊椎關節炎 合併輕度骨折後 觸摸關節炎 令到他難以平衡 那些幕僚已經為了避免他跌倒 已經改用了比較短的登機樓梯 亦都防止強風對他影響的平衡 亦都防止他跌倒的時候 即是跌倒的時候 或者是防止他滑腳 已經做了很多的事情 要防止 但都防止不了 即是要跌倒就跌倒了 說真的 美國的國運 相信亦都是跟隨著他 跌跌跌跌跌跌 這樣跌倒的了 來看著吧 接著這個拜登真的隨心所用 做什麼事呢 在美國時間21號的時候 拜登就在三藩市一個籌款活動上 用粗口去罵俄羅斯總統普京 到時被人打你不要哭 用粗口罵別人的國家領導人 你都殺肯 你關上訪門罵也算了 你公開罵也不是殺肯 真的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在沉夜的時候就回應了 美國的人民應該為拜登這些 粗言為語 粗彼的言論感到羞恥 拜登怎麼說 拜登說 我們有個瘋狂的黃白彈 就像普京這些人和其他人一樣 令到他們美國人 甚至乎是拜登他 不得不擔心會爆發這個核武的衝突 其實擁有最多核彈的就是美國 你擔心 不如擔心你自己那個 普斯科夫就說 拜登就為了討好他們國內的一些政治利益 而表現出 好似何力活牛仔風格的行為 粗彼的言論 很難傷害到外國的領袖 更惶恐的是普京 說真的 你罵普京 普京隨時扔兩顆東西 你真的哭 到時傷害的是你 而不是普京 是不是 普京看著你這個 即是 內人痴呆的內人家 他都不知笑好或生氣好 算了 有他 有他罵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給他隨心所用 這樣也不奇怪 這件事 都不懂得形容 拜登隨心所用到這樣 跟著講講美國 美國一向都是講一套做一套 美國一向都說 他們想和平 他們想加沙那邊停火 經常都不要再打下去 那聯合國安理會 就在2月20日的時候 就做了一些叫做投票議案 就說要促成 以色列和哈馬斯一定要停火 要釋放人質的談判協議 美國是唯一一個投了反對票的 聯合國安理會的國家 15個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裏面 有13個人 13個是國家民人 是投了贊成票 就是說 叫他們要立即停火了 13個是投贊成票 英國是投棄權票 英國是投棄權票 多數服從少數就沒問題 英國投棄權票沒問題 但是 如果常任理事國 或者是這些比較重要的國家 例如美國 只要其中一個國家投反對票 這一個議案都是會不成立的 而美國是投了反對票 這個美國已經是自去年12月7號 巴爾戰爭開打以來 美國第三度 因為他投了反對票 而令到聯合國安理會有關 巴爾衝突的決議案被否決 三次人家叫他們一定要立即停火 三次美國都說 不贊成他們停火 但美國一向都說很想他們和平等等 說的當然這麼說 當然他們說有解釋 美國代表就說 這一個議案是很敏感的 談判也很敏感的 如果聯合國安理會現在做這些行動的話 都可能有問題的 不適合 其實任何的時間叫別人停火 不要再打架 不要再打仗 會有適合和不適合的嗎 任何時間 不要管了 先停了 有些什麼再四摄六摄 三口六面 拆碰它 應該是這樣的 而美國就說 不是的 現在停的時候 沒有好處 其實對誰沒有好處 對美國沒有好處 是嗎 美國代表作為 在武達到哈馬斯 武達成要求哈馬斯釋放人質協議之前 馬上叫他們停火是沒有用的 是不會帶來持久和平的 相反可能會延長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戰爭 即是當他們 隨便一個國家打槽另一個國家 就可以不用去戰爭了 當然不行 你現在就是說 你不要管 因為你們在打架 你們是沒有辦法 安靜下來去談那些議案 釋放人質等等的事情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原來國安議會就說 現在先停了 停完之後 才慢慢再談 以後是怎樣 人質是怎樣處理 你現在不要再打 那些人很慘 死了很多人 你沒理由不同意 你沒理由不同意 而今次這個議案 他就是 那個決議 美國就說 他們沒有將停火和釋放人質掛勾 內容就要求 立即實現到人道主義要停火 並且立即釋放所有的人質 所以英國就說 因為這樣投了棄權票 美國就說這樣投了反對票 因為他沒有將停火和釋放人質掛勾 即是說你釋放所有人質就停火 還是你停火就要釋放人質 但他現在就說 立即停火 並且立即釋放所有人質 那其實算不算掛勾了 即是他掛勾的意思是否就是 一日有人質一日都要打的 這樣 即是 有很多事情不是這樣做的 總之其實 其實快點停火 就好些 美國說 他們有一個替代性的議案出來 就說釋放人質的基礎上面 要盡快在家渣實施臨時停火 但是之前的議案是說 要立即停火再釋放人質 美國就說 放所有人質之後 即是 不要打 住 不要打一會 人家叫你以後不要打 美國就說釋放人質 不要打 這樣 喂 誰有效一點 好像聯合國那些有效一點 美國那些好像很想打 打死為止 這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美國真的很邪惡 一方面 你為它停火 一方面人家說叫它停火 你不肯 你去打下去 你說 對不對 這個已經是第三次被美國否決這些事 我們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 在這個表決之後發言說 我們中國對這個方案沒有通過 表示震驚和失望 坦白說這次都是因為美國一票反對而否決了 已經連續三次 唉 有很多的評論也說 美國現在 是造就以色列進行一系列的種族滅絕 種族清洗和戰爭罪行的行為 美國這個國家是等同於 這些戰爭行為 這些種族滅絕種族清洗的同謀者 我是贊成的 我是贊成的 因為現在連亞原油都提出 叫以色列和哈馬斯立即因為人道主義而停火 但美國又反對 上一次12月8日又反對 今次2月20日又反對 再上一次12月16日 全部都是因為美國一票的反對票 而令所有的議案全部否決 不如踢走美國 但他又不肯 他又會搞很多戰爭 唉好煩 有美國 又真的會多了很多煩惱 唉 不知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可以留言訂閱明潔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